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在韩国出现了很多 庞谈孙岩蛋皮里布图造假XXXX类的新闻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美国时间8月26号 皮里布图公开了与庞谈的采访内容 Olivia Rodrigo, Tuaripa的粉丝们主张 阿米们为了让庞谈孙岩蛋的英文歌曲 Porto Permission to Dance登上一位 而造假了排行 都是因为阿米们购买了单曲 所以庞谈孙岩蛋跟其他同时代流行歌手们相比 串流跟电台播放次数还要少 也登上了一位 对此庞谈孙岩蛋的队长阿米回复 皮里布图内部如果有关于什么样的歌 可以登上一位的争议的话 要换规则或者是更注重串流比例 这些都取决于皮里布图 只因为是透过实际购买以及下载登上了一位 就责备我们的粉丝们的话 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当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男团K-POP歌手 粉丝们的忠诚度很高 所以很容易就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搜索公司Pick It Music的新疆解代表也表示 如果我们真的有可以操作指挥排行的能力该有多好 因为庞谈孙岩蛋市场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某些人来说是很困惑的部分 但是我不觉得美国市场是 单纯只高下载就能简单登上一位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皮里布图是这么容易就能造假的排行吗 看来是很不满意 亚洲人的排行比白人们高 把强烈的粉丝们以集中程度 当成是不公平以及造假的这件事情 就是对BTS的种族歧视也是一种嫉妒 Olivia Rodrigo To Alipa的粉丝们多多下载不就可以了 不就是不想花钱下载免费已经串流而已 因为被亚洲人掌握了就开始找各种理由 然后就是因为买歌了 所以串流会少啊 笨吗 果然是RM非常明智的回答 我们队长 关于庞谈孙岩蛋的皮里布图的造假新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是中小经纪公司 但是看起来就像花了很多钱的舞蹈 也就是说虽然是小公司 但是舞蹈变得非常厉害的意思 这个舞蹈就是 有点辛苦的 《时间而谈了层》 然后就是历代机的结尾动作 我就想着是这首歌点进来的太棒了 现在看也觉得是高品质 西安德塔脸色怎么看都是一首完美的歌曲 好怀念小女友们的这种风格 小女友们从出道开始舞蹈都很漂亮 就只是太辛苦了而已 给她庆鼓回来吧 拜托 小女友们从出道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